有点文咒咒的感觉 唯有葵花向日清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葵花吗 就向日花 文化水平不错 今天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第五到第四十二节 这里面也让我想起一个 跟这个经文有关系的一个笑话 所以我在讲到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 说在那个用电报通信的那个年代 有两个姐妹分析上要好 一个住在伦敦 一个住在纽约 我们叫她A姐妹跟B姐妹 有一天那个A姐妹要结婚了 所以B姐妹觉得好姐妹结婚 我要发个电报去恭贺恭贺她 所以她就发了个电报 电报内容是请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但这个发报的电报员她是一个半桶水的基督徒 她从来没听过约翰一书 她只知道有约翰福音 所以她就上字主张把这个一字取消掉 变成了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 第二天这个B小姐就收到了A小姐的回报 然后就有一个字 就有两个字 绝交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约翰一书 他的四章十八节是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出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惧怕 惧怕里含着惧怕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但是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就吓得那一跳 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弟兄姐妹你想如果一个结婚的人 收到一个这样的电报 你想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所以就闹出了一个笑话 一字之差 谬之千里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我们正要搞懂我们的信仰 不然的话 我们就出现这样的笑话 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到主的殿中 来敬拜主 来崇拜主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敬拜的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敬拜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样态度去敬拜主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 这个故事里面的笑话一样 约翰福音四章五到四十二节 里面有很多的教导 我们可以讲这个教导非常的丰富 他教导到耶稣怎么样 对一个不受犹太人待见的 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谈话 然后又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应该怎么样 而且还讲到专家熟了 我们应该去收个专家 而且还讲到我们应该杀种的歌 跟收歌的同样快乐 然后又讲到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去传福音 很多很多的教导 其中我们也看到 有些非常出名的经文 比如讲四章第四十节说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这是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但是我今天主要的集中是讲 约翰福音四章的十九到二十六节 这是一段关于敬拜的经文 这里讲到敬拜有四个精要地方 一个就是敬拜的形式 一个就是敬拜的态度 一个就是敬拜的内容 一个是敬拜的果效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敬拜的地点 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这告诉我们 在耶稣高升之后 敬拜神将不受先于某一个特定的地点 这里要补充一点 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时候这个字 一般就指向耶稣透过死亡 与复活而高升的时刻 教导我们敬拜的地点并不重要 第二 耶稣也教导我们 敬拜的时候态度怎么样 耶稣说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 经常我们讲用心灵诚实祷告 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 这句话按字面来解释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听起来一点都没错 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是要从心灵里面发出来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 真要存在一个真诚的心 但事实上面 这句话的正确的翻译 应该是用灵和真理敬拜上帝 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灵的带领 我们与天父一起敬拜 然后并且按照上帝 借着耶稣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去敬拜上帝 所以在这个天主教的诗高圣经 他把这句话翻译成是 将以心神以真理拜父 将以心神以真理拜父 就是说除了我们要非常地真诚地 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之外 我们也要按据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来敬拜神 这一点 我想我们圣公会的崇拜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在圣公会的崇拜的时候 主族崇拜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崇拜的礼文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崇拜的礼文 这些崇拜的礼文 我们都是根据公导书而来的 公导书 它诞生于1549年 就是将近500年前的 当时的肯特伯利大主教 克兰迈 他开始去编撰这个主导文 公导书 大部分的公导书的内容 都是源自圣经 它是根据圣经而来的 所以在我们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内容 无论是忏悔 无论是赦罪 还是呼召 还是最后平安的时候 我们都是根据圣经而来的 这就像我们看去我们的 这边的核心价值里面一样 我们的教会是高举Biblical 就是我们高举圣经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崇拜里面 就方方面面就反映了圣经 我想这就是以真理来敬拜神 不是随心而喻 不是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来敬拜神的 敬拜内容 耶稣说 神是个灵 耶稣直接老当地指出了 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神 神的本质就是一个灵 神是看不见 不可摸的不可闻的 它是超越了我们 所有直接感官所能理解的 这表示 我们是不能透过物质化的一种方式 与它建立有效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们不像拜偶像的一样 我们要画一个耶稣像 或者做一个偶像来代表耶稣 来代表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他拜 就代表拜耶稣 所以在我们基督徒来讲 只有完全认识神 我们才可以敬拜他 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敬拜的果效 耶稣说 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 意思说 神会寻找真实的敬拜者 这里要补充一下 这个要子 其实它就是寻找的意思 意思是说 上帝在天上 俯伏世上的人 看有没有他所喜悦的敬拜者 我看到两本圣经 另外两个 一个是吕正宗 一个是诗高 他们的翻译就比较直接 他们说 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 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 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 要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寻找 也就是说父 现在的父 也在天上 他在看着我们敬拜 他在寻找我们那些 真心 诚意 用真理敬拜他的人 寻找我们这些人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在我们的崇拜里面 我们经常一而再 在耳上说 神与你们同在 神现在就与我们同在 他正在寻找我们 敬拜真正的目的 是在于全人朝见神 与神面对面交汇 使人更加认识神 使我们自己更加认识自己 进而能够更加愿意地去追求圣洁 更能够亲近神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大胆地 做出这样的总结 真正的敬拜 人比地点重要 真正的敬拜 心灵胜于一世 真正的敬拜是真实无为的 真正的敬拜是神与人相会 真正的敬拜是信心的敬拜 真正的敬拜是敬拜三一神 真正的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 真正的敬拜是圣灵加上圣利 真正的敬拜是全人参与的 这一点我们在圣公会的敬拜里面 我们又看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起应经文的 我们讲一句 你们讲一句 领会的主席说 愿神与人同在 你们也会 弟兄姐妹也说 神也与你同在 所以这叫做全人参与的 马丁路德说 他是这样形容崇拜 他说 崇拜只应让亲爱之主 自己通过其圣言与我们说话 以及让我们在祷告于歌颂赞美之中 与他说外 舍此之外别无其他 也就是说在崇拜的时候 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要聆听神通过敬拜 或者是牧师的讲道 或者是诗歌 或者是领会的礼仪 来向我们说话 同时我们弟兄姐妹 也可以在祷告里面 也在通过祷告 或者通过赞美的诗歌 向他说话 这就是敬拜 耶稣说 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 但仔细思想一下 我们的崇拜 是不是真的以心神 以真理敬拜父呢 我想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敬拜 但是不是我们的敬拜 是蒙神喜悦的 我自己觉得一个敬拜 如果要蒙神喜悦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挪开四个错误 第一个就是错误的行为 第二就是错误的重点 第三就是错误的观念 第四就是错误的对待 错误的行为 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她如果她没有把她的生活 归向正确的生活轨道的话 那她如何敬拜 神都不回喜悦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只要来敬拜 我们只要坐在那里 我们也唱歌了 我们也唱敬拜诗了 我们也祷告了 那神肯定就会喜悦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我们心里面 心不在焉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想着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想着我们的家务 我们想着我们的花园 我们想着我们的功课 我们想着我们的娱乐 那这个敬拜 我想神是不喜悦的 就像这里一张漫画一样 一个姐妹在神的殿中 她参加礼拜 她也非常敬虔 她也祷告 她说 主啊 赐这个教会并复兴我们 但请帮助这个讲员 不要讲过九点钟 以免影响我喜爱的电视剧 讲员可能讲得太长 但是这个姐妹 她心里面来敬拜 虽然她来敬拜 但是她心里面 是想着她的电视剧 所以这种姐妹 她的敬拜 是得不到喜悦的 我们要真正地悔改认罪 真正地放下自己的一切 真正地渴慕于神相遇 这才是讨人喜悦的敬拜 错误的重点 今天很多人对敬拜 都有不同的要求 就像这里的漫画里面 小朋友一样 他说音乐还不错 只是广告的时间太长了 他的意思是说 教会的敬拜的诗歌很好听 就像我们刚才的诗歌很好听 不知道是不是在讲我 他说 但是音乐很好听 广告他一直讲到 牧师讲到太长了 所以这个小孩子 他是只定睛在音乐上面 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批评 我们有时候批评教会的诗歌不好听 不是讲我们的教会 有时候可能会批评我们的牧师讲到 讲得不好 可能也不是批评我 但是也有人会批评这个教会的礼仪 太过老套了 有些人可能会教会里面批评 坐在我旁边的弟兄姐妹不够文明 也有人会批评这个教会的礼仪不够庄重 我想这就是我们把敬拜的重点 放在错误的重点上面 我们所关心的敬拜可能就是形式上面 而忽略了敬拜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注重在敬拜的外表的话 那这个敬拜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教会要把敬拜的内容放在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 这是一种要高举耶稣的敬拜 敬拜的错误的观念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就是神 因为神才是配得我们敬拜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教会是一个联谊的地方 我们来教会是为了要跟老朋友见面 我们来教会是要跟老朋友聚聚 我们来教会是要跟老朋友交谈交谈 所以这样的态度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变成是 我们有空才来教会 就像这张漫画里面的漫画一样 这些小孩子们在教会里面 他们不知道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他在教会里面有些跑到讲台上面 有些在这里教会里面吃东西 有些还在跟其他的会中玩游戏这样 所以反而他们家长还说 我的孩子们喜欢来做礼拜呢 我想这就是他们不真正的认识 他们的敬拜对象是谁 如果我们把神放在首位的话 那这些事情都不应该会发生的 有个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发现在座的弟兄都在呼呼大睡 在座的姐妹都在窃窃私语 牧师实在忍无不可忍的 他就说 姐妹们 你们尽量把话 讲话小心一点 小声一点 不然的话你们会吵醒 弟兄睡觉的 就是因为他们 弟兄跟姐妹 他们没有真正认识住 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睡觉 他们可以崇拜里面去窃窃私语 错误的对待 如果我们有真正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们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 我们都不会随随便便 我们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中国人有句话说 女为欲己者容 我想我们都会穿着端装 穿着隆重 穿着体面的去来敬拜神 来朝见我们的神 很多年前 我在澳洲参加了 我在澳洲的第一个婚礼 我一直认为澳洲是一个比较随便的国家 所以想婚礼也是比较简单 比较随便的 所以我就穿得很简单的 就去参加婚礼了 但去到婚礼之后发现 原来各个都穿西装打领带的 各个都穿完礼服的 所以我就变成了一枝独秀 就坐在那里就非常的尴尬 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我感觉到非常的无地自容 教会敬拜神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是创造余物的神 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弥赛亚的话 那我们也会融而众之地 来到他面前来朝见他 有一位我认识的师母 他是来自美国的 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所以他跟我分享 有关于墨尔本教会的看法 他说墨尔本的教会 真的非常随便 可以在崇拜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穿牛仔裤 拖鞋来到店中出现 他说在美国就不一样 在美国每一个人都会 盛装出席敬拜 他说他的两个 十岁不到的小孩 他都会穿西装打领带 去教会参加敬拜 就像这两个小孩一样 他们都会穿西装打领带 去参加敬拜 他说他来到墨尔本的时候 他也按照美国的习惯来 这样参加敬拜 结果崇拜一结束 就有很多人过来偷偷问他 师母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还是参加战礼 所以在墨尔本 真的跟美国不一样 我自己感觉 在香港的话 礼拜天参加崇拜 好像我们也是非常隆重 我们也不穿西装打领带的话 也穿得非常地 formal地去参加做礼拜 我们可以这样说 敬拜是神人相遇的经历 敬拜是被创造者 对创造主的一个回应 敬拜是人对神 在耶稣基督里自我启示 做出一种爱的回应 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神 我们就会怎么样去敬拜 葛培里 著名的布道家 他说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崇拜神的心态 问题是他的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我想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当我们心里面如果是一个伟大的神 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 是一个失灵失怜悯的神 是一个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 那么我们就会拜着一个无比崇拜的心 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北宋司马光 他是这样描写向日葵的 他说 唯有葵花向日清 意思是说 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花 只有一种花向日葵 只有向日葵 他勇敢 幸福 执着地 面向着太阳盛开 我很喜欢这句 唯有葵花向日清 所以我就把它当作今天正道的一个题目 我觉得这话 可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鸣 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教导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就应该像向日葵一样 我们应该是一朵 会走路的向日葵 我们应该永远幸福地围绕着我们的神 我们应该像向日葵一样 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 我们有一个敬拜神的生命 我觉得敬拜 成长是我们的渴望神 努力是我们坚信神 盛开是我们赞美神 让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是不配的 但因为你爱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到你的殿中 来敬拜你 这是何等的福分 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你是施联名行公义的神 你是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 亲爱的天父 求你的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每天都有敬拜的心 让我们满怀信心地来到你的殿中 期待在敬拜中与你相遇 亲爱的天父 我们也祈求你愿纳我们的敬拜 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福 奉主名求 Amen